在韩国,传说有着一台神秘的游戏机,只要你选择左边的复仇剑,不管你遇到天大的不公,都会有一个神秘组织,来帮你完成复仇,今天,这样的机会,就摆在了小金的面前,长期被富家子弟霸凌,又无处深渊的他,原本想在网上,寻找一个最不痛苦的死法,结束自己这地狱般的生活,可以想自己死后,不能说话的母亲将无人照顾,他犹豫了,就在这时,他看到了一个神秘的信息,给了他一丝希望,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他打了过去,他哪里知道,这个神秘的变化 竟然是韩国最神秘的组织,专门帮,像他们这样被权贵欺负,又无处深渊的穷人,声张正义的复仇联盟 而了解小金所有遭遇后,复仇联盟就把他送到,这台神秘的机器前,就这样,在小金的确认下,复仇联盟开始行动了,不过看在复仇的对象都是高中生,为了不过分执法,潘伟博决定先混入学校,李老师的身份,彻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可这一了解不得了,这几个富二代,不光只是小金口中说的笑罢这么简单,在外面,他们更加无法无天,不仅经常欺负学校旁捡垃圾的奶奶,逼着奶奶喝他们吃剩的泡面水 更是长期把高中女孩,介绍给当地黑社会做陪试服务 看到这里的复仇联盟,准备收网了,可让潘伟博没想到的是,这几个富二代,竟然喊来了黑社会,准备对他进行反杀,可他们哪里知道,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男人,并不是一个老师,而是曾经韩国的特种兵王,这几十个社会带类,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就这样,当看到自己叫来的黑老大,都倒在地上时,这个曾经不可一世,视穷人为玩物,欺负弱小,横行霸道的富二代,彻底的慌了 他原本还想像另外两个同伙一样,尿着裤子,跪地求饶,祈求能放他一马,可他犯下的罪孽,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员!